为了支持这个轻能在交通领域的这个应用 我们发布了全国首个面向车用轻能领域的碳碱排方法学 鼓励交通领域的这个降碳碱污 在这个方法学的基础上 我们这个大兴区的相关企业牵头 借助晶晶记智慧轻能大数据平台 能够对这个使用这个氢燃料电池车的运行情况 进行实时的这个监控 核算它的减碳的成效 这是全国第一个具备这个落地资格的 轻能领域的碳碱排项目 这个项目运行一年大概年的这个碳碱排量 可以达到2.4万吨 同时也能够大量的减少这个污染物的排放 经过我们审定签发之后呢 就可以作为碳排放抵消产品 在北京碳市场上出售 那么它出售获得产生的效益呢 返还给参与项目的企业 这样就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良性的循环 在北京碳排放抵消产品上出售获得产品 在北京碳排放抵消产品上出售获得产品 在北京碳排放抵消产品上出售获得产品